楊伯倫是著名的性樂創作人 他的作品《願乃靈火復興我》 和《神的英許》都有不少信徒唱過 早前他出席了一個港座眾唱會 解構歌曲背後的故事 楊伯倫 1970年擔任香港各大專院校 基督徒組成的靈兆合唱團指揮 現任世界華人基督教聖樂促進會 董事會主席, 香港聖詩會顧問 過去也曾經去到世界各地推廣聖樂 楊伯倫先生在近代他的作品 非常有靈異, 而且在這個船裡很優美 所以大家唱唱的時候覺得 中文作品應該也不輸洩 在外國人的聖詩作品 唱起來容易心被恩禁, 歌上上帝 拍攝楊伯倫先生是很多年前的 我們的師班都有用他的作品 他的影響我們的生命就是 他藉著他的歌來有宿令的模樣 也有藝術的水平 讓我們學習很多音樂上的知識 希望他們知道第一, 就是對聖樂很重視 很欣賞, 多聽 如果你都不聽不欣賞 就沒什麼大用了 第二, 我要口頭說清楚 做什麼這首歌, 寫出來為什麼 有什麼原因, 讓他能夠透徹一些 這次講座眾唱會 由師班員演繹楊伯倫的作品 而楊伯倫也親身講解 背後的創作理念 令參加者對作品有清楚的了解 也可以反思自己的信仰生命 但是如果打到你的心 上去的力量 就是靠全國有很大的作品 這次參與師班眾唱已經六次 剛才講過, 其中一首詩歌就是 《諸陳窺歇美媽》 令我很多回憶 還有再一次提醒 就是我們要重新 美慧神流過血汗 美慧神要付出什麼 但好像詩歌裡面 最後第三次提醒我們 要將自己重新的一次獻上 去一個立志 是永遠跟隨著 是不會後悔 這些歌是楊伯倫先生 經常都在神裡面去面臨我們 還有失敗有跌度 但是不要緊 要向前、向上來繼續奔走 阿兵不是家重新的人 要好多人走向前 他跟神的關係很親密 所以他又能夠鼓勵我們 從很低谷裡面 去重新的男士 彷彿唱他的歌 我們就好像讀舊約詩篇 詩篇也是我們很喜歡的詩篇 因為很有共鳴 因為迪壞裡面的痛苦 我們又覺得 原來我們也有同路人 但最後在詩篇裡面 神都叫我們 神是值得我們讚美的 我們要去朝向神 我可以這樣說 他的詩歌是一個生命 是一個生命的詩歌 他在當中 他的詩歌裡面 講到他自己的反叛 自己如何離起神 如何從他的生命裡面 能夠經歷到神的愛 再曾經投向神 所以你唱到他的詩歌的時候 你的感覺到 你和他一起經歷到 同神的同在 教會敬拜通常都以新興詩歌為主 越來越少唱傳統詩歌 聖詩會希望在香港 推廣中外優質的傳統聖詩 帶領人透過聖樂敬拜上帝 而聖詩會也會舉辦講座 音樂會、設計網站 還會和電台合作 製作一個關於聖詩的特輯 有一個十三輯的 每一輯一個小時的系列 就有不同的叫聖詩李浩爺 由早期唐代 一直發展到現在近代元穩聖詩 一直推廣 全港市民都有機會去認識聖詩 這是我們最近發展的工作 傳統聖詩最初給人的印象 或者是古板和沉門 但是當認識更多的時候 就會發現當中的內容很豐富 你也可以嘗試了解多些聖詩的內容 透過聆聽或者重唱去讚美上帝